儿子周岁宴上 丈夫和女歌星举止亲密 女人为了儿子只能忍气吞声 他和丈夫结婚多年 可见面的次数屈之可数 原来男人表面看似光鲜亮丽 实则是个不学无数的花花公子 阴阴本事的大家闺秀 五官精致气质优雅 举止端装性格温和 却被富家公子林霄盯上 懵懂少女还对爱情抱有美好憧憬 哪里经得住这个情场高手的诱惑 他被林霄迷得神魂颠倒 不顾父母反对 执意要嫁给这个出了名的浪荡公子 他天真的以为自己是林霄的真爱 每个女人都幻想着能让浪子回头 两人很快结婚生子 陷入美色中的音音 对丈夫的好色与粗鲁事不见 直到孩子满月酒那天 丈夫竟然公开与女星在话筒前调情 才深深地刺上了音音的自尊心 那之后丈夫原形毕露 常常夜不归宿 甚至将妓女带回家中羞辱音音 妓女指着音音问林霄 她是谁啊 这个人是个妓女 和你一样